关心天气了 今天受到了东北季风减弱的影响 北部东部地区的天气将会好转 中部与南则是维持多云稻情 首先最明显感受到的是温度回升 清晨还是凉凉的 不过白天开始北台湾明显回温 温度可以来到25度左右 台北侧站预估会比起昨天一口气高出5到6度 那么南部的高温大约在29度左右 高雄估计可以来到30度 未来一连三天一直到星期六的白天 温度都是逐日回升 西半部地区的高温都在30度以上 那么从今天的定量雨区图也看到了 雨势都是比较零星的 白天开始因为偏向吹东风 只有在东部还有北部的山区迎风面 比较容易飘雨 另外在中南部山区午后 可能也会有一些降雨出现 然而随着东北季风持续的减弱 从目前开始一直到周六入夜之前 都是温暖少雨这样的天气形态 星期六的白天也可以出游把握一下 虽然午后在这个东北角 宜花东地区 还是有一些比较零星的降雨机会 但是基本上都不太影响出游行动的 那么中南部的平地 还是维持多云稻情 山区午后降雨会明显的减少 那么下一波天气的变化 预计发生在星期六的晚上开始了 再度有风面过境 加上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东部降温转雨 那么北部地区不排除有局部雷雨 那么虽然雨势不大 但是可能会影响到出游 因此提醒北台湾周休假期 温度也是会悬崖式的下跌 从星期六白天的高温 还有30度到了星期天 一口气低温就只剩下20度 这个之间温差达到10度之大 起伏非常的大 而且这波影响会持续到下周一 所以在劳动节廉价期间 出游都要特别留意了 不过这波变化也只影响到北台湾 中南部都还是维持多云稻勤 只有午后山区有雨 要缓解水情 估计还是要等到5月中的梅雨季节了 小丁你要提醒大家 未来几天白天温度都明显地回升 日夜温差扩大 早出晚归 多加留意了 接下来就带你关心 隔地更详尽的温度预测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阶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